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1951年开始跟李仲生学画 李仲生是中国留日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画家 他语气说说有代表性的画家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教师 他能够了解每一个年轻人的方向 大概怎么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去他的工作室 他的工作室连地板都没有 都是泥土地 他自己住在一个阁楼上面 自己架一个房子 那个叫在台北叫安东街 安东街在五六十年以前 是很平静的地方 没有马路都是泥土地 一下雨就是这个脚就可以撑在泥土里面 没有光线 石膏像只有一个黑的不是白的 因为时间太久很脏 他又不教我们 他就是说你们看了这个石膏像 你们想怎么样画 就尽量按照你们的方法 那我们那个时候 你不懂根本一点都不懂 所以很挣扎那种不晓得怎么去表现 就是从这种挣扎 他说你一定要从开始 就要用你的方法来说话 那你开始你不跟人家学 你这话是讲自己的话 就是讲自己的话 所以他这个讲法是非常有道理 到日后你越想越有道理 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人要把中国文化的面目 加上自己的个性 加上世界性的潮流 你怎么样子可以融合 这个情况大得不得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想 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去挣扎 就慢慢慢慢思考 你就是做得不好没关系 你就是要开始做 如果你没有这个好的开始 你以后再来变的话 总是变得 变得这个有点放小脚的意思 所以呢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